我们的叶玉清这次来台主要是陪老公洽谈宣议 也趁假期带小孩来台旅游 家庭幸福的她完全没有付出的打算 安排他们的活动 还有学校里头的东西 还有他们的功课 已经够忙了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阿比妹妹说 我是阿比林慧君 90年代性感女神叶玉清 以火辣身材和天使脸孔著称 当年她因为拍片 写下香港三级片神话 红透半边天 后来还成功转型为眼镜派女星 戴墨镜穿比基尼 还记得她吗 好久不见的性感女神叶玉清 我得不到你的爱情 像春花没有与你 叶玉清淡出演艺圈25年了 55岁的她身材依旧保养得宜 还是三个孩子的妈 跟女儿站在一起就像姐妹一样 那大家对叶玉清的印象就觉得 哇好漂亮大大的眼睛 那个皮肤吹弹可破 身材是那种非常非常魔鬼的 也就是说胸部很漂亮 然后腰非常非常的细 1985年亚洲小姐香港区竞选 贵棍 是 11号叶玉清小姐 1985年叶玉清十九岁 以亚洲小姐第三名之姿 进入演艺圈 一剧接一剧 不是因为是红子 不过是一定要这样做 好像一个厨房一边 一边拨一些工出来 一边拨一些剧集出来 大概有差不多四年多的时间 它其实是可以说是蛮被埋没的 因为就是演那种很一般的戏 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跟突出 后来有朋友跟他讲 那你要不要尝试看看 因为那时候香港 差不多快要到1990年91的时候 香港就流行的所谓的宴情片 结果真的有人来问 你要拍电影啊 好啊我就是想拍电影 但是你要脖衣服的哦 快点脱衣服 不要你们脱衣服啊脱衣服啊 我跟他讲一下吧 什么都好 演出越来越大胆 1991年以他名字为片名的 一连串宴情片 开出票房夹击 叶玉清成了港台男性心中的女神 顺势发专辑 我记得我那时候 大概你要每日一亲 就是我那时候跑电影的时候 我每天都要发一篇叶玉清的新闻 都是以他的照片为主照 1995年叶玉清受邀来台 担任第三十二届金马奖颁奖典礼的表演嘉宾 向他的偶像一带妖姬白光致敬 我的心情很紧张 因为在前辈面前唱他的歌 我觉得压力很大嘛 还有他唱得那么好 嗯 我想我不能跟他比较 所以我觉得我是尽量用心去把我的感受唱出来 我觉得是作为对白姐的一种专重 还有致敬 因为我觉得他对电影界还有唱歌唱片界是很大的贡献 他是因为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所以我尽量去做好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好像一磅磅 燃消了整个沙漠 太阳见了我 也会躲着我 因此带动香港三级片风潮 不过也换来批评 不怪别人 我没有怪过任何人 懒言懒语就是譬如说 哇 简直污染过娱乐圈 简直影丑过娱乐圈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叶玉清就是一个艳星 从此就被封上一个艳星的一个字号 可是成名之后 女星就希望把衣服一件件穿回去 所以呢 当三级片开始没落的时候 叶玉清呢 也开始想要往演技派的方向前进 妈咪真没用 公公啊 舅舅啊 你爸爸 都不要妈咪了 送给妈咪 什么 福西姐卡片 福西姐卡片 1993年 叶玉清在电影《天台的月光》 饰演糊涂又天真的单亲妈妈 和梁家辉演对手戏 这时她已经准备好 把衣服一件件穿回来 不要说是朋友了 就是自己的弟弟妹妹 也是有事找你才来找你 包的紧紧的那种 像红玫瑰白玫瑰里面是穿旗袍的 那大家都发现说 原来她穿旗袍也这么典雅 这么的漂亮 展露演技 叶玉清因此获得金像奖金马奖影后提名 虽然没有得奖 但成功摆脱艳星成好 我不可以说很成功 但是不需要一路去做这件事 其实刚真 如果我一路去再做这件事 人家都不看 很闷的 如果只是摸心看一次就够了 看完了 怎么好看 没事吧 小心 其实她已经在想到她后面 她可能要选择她的家庭 她的婚姻 想到她的小孩 我自己当时唯一的计划 第一次唯一的计划 第一次唯一的计划 就是我想三十岁之前 可以不再做这个娱乐圈 可以结婚 做一个正常人 因为一次在美国登台作秀的机会 岳玉清认识了在美国拥有多家超市 和房地产的华裔富商胡兆明 但吸引她的是胡兆明孝顺的个性 我其实去登台 他说好 我来捧你一场 跟着他不能来 他就找我 我说我过冬一定要回家吃饭 我又很感激 我说原来这个人这么好笑 这么有趣 家庭观念这么重 已经这么大了 都答应了妈妈的事一定要做 我觉得我又有好感 1996年 两人在美国注册结婚 岳玉清闪电退出也一宣 所以那时候 胡兆明其实生意做得非常好 非常有钱 还有两架私人飞机 那当然是这个出入各方面 名车什么这些不说 所以岳玉清那时候 嫁过去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羡慕 就觉得说 哇 岳玉清嫁了一个 真的所谓的豪门 也是好门 就像童话故事般 王子公主 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而且还非常过错 那他们住的这个纽约长岛 Long Island 哇 在美国不得了 因为那都是 豪野人的这个度假生地 里面每一个都是豪宅 2007年 单独的用人在照顾 那当然又有什么游泳池 豪门的程度让人看了羡慕 但岳玉清说 刚结婚时压力很大 初初去的时候第一年 真的很难过 我很难过 或者我都令到他们很难过 因为会有人突然去拿饼带 三级片的带 我拍了三十部电影 不是三级片有三部 在十分一的里面 他们就是拿三级片给他们看 她母亲是非常非常震惊的 她觉得说 哇 怎么 因为就一个很保守 传统的华人家庭 那准婆婆其实是 非常非常的反对 她甚至于 私下有约她出来讲说 那我希望你不要嫁给我儿子 我绝对会反对 如果我是她 所以我绝对能够 量解 体谅 了解 为什么她会反对 但是最后都过了那个时期 因为我老公的坚持 可是她真的是非常有诚意的 完全跟演艺圈隔绝 更甚至她就完全投入在这家庭里面 生小孩帮老公打理家里 照顾得好好的 到后来两年多以后 婆婆看来都非常非常感动 全心接纳叶玉清 叶玉清成了鞋内柱 也是老公的好帮手 2004年 两人投资房地产 盖了一栋19层的商住大楼 用女儿的名字 维多利亚命名 叶玉清亲自在看 成了超级销售员 由手边这边 全部是两个房的单位 就是ABC 三个单位是两个房 这边就是 这个是商人 这个是大一点的 这个一样有个walking class 这个属于套房 就有个洗手间 他们大概是 就是说有1亿美金的 的进账 这样光是那栋楼 那你再加上所谓的 他的这些百货零售 甚至于他后来 他们还有supermarket 这样那一块 所以整个来讲 然后他们又有银行 他们还投资一个银行 所以他们的等于是 蛮大的一个投资 胡正明生意越做越大 香港媒体保守估计 身家至少80亿港元 大约300亿台币 他们的财力是这么 这样的雄厚 他们可以搭着私人飞机 到全世界各地上去 去到处玩到处走到处看 这种生活 其实真的是让人家 非常非常羡慕 但2020年7月缺金船 胡正明申请破产 约一清当时坦诚 却有此事 不过他也获达力挺丈夫 表示只要无关生死 都不是最大问题 认为全家人身体健健康康 才是最重要的 从艳星到地产总裁协内住 约一清被香港誉为影视传奇 他退去明星光环 享受家庭生活 把最美好的时光 留在观众的荧幕记忆里 以上是我这回分享的故事 听完故事 你有什么心得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阿比哦 如果想看更多 也欢迎到台湾大搜索 找到阿比美美的单元 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我是阿比林慧君 我们下回见 哈啰 everybody 现在阿比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就是中天新闻网的APP上架咯 多一个下载 多一份力量 现在请你扫描QR Code 完成下载 并且输入阿比的推荐代码 cti216 或者是自身的cti699 挺中天监督的力量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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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